不等於控制算的意思是說,它裡面有東西的意思 如果裡面有東西的話,那,k等於k加1 這個地方的話,主要是判斷,如果說這個值,假設跑完之後,如果它大於6的話 因為這個值最後跑完之後,裡面如果不等於控制算,表示說它選了幾個 如果它選了超過6個的話,我這邊有個錯誤訊息說,最多只能選6個 反之的話,小於6,最少要選6個 如果不是這些範圍之內的話,那就跳開,不去執行 那接下來的話,最後我要,因為上面是超過,下面是這個小於 那這些都不能通過,所以最後我會跳開這個sup,離開,就不要繼續執行 反之的話呢,我就把結果,也是一樣 在,其實這個判斷,等一下其實可以先不要做了 因為這個是我後來,為了說,怕說有些時候,它勾選的號碼不到6個 或者是超過6個,而做判斷的,其實應該第二階段是可以先從這邊 我們可以先把裡面的值,假設我剛好是6個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如果不等於,空置算,這個sales 因為我要放的是,列號對不對?先從第12開始 因為我這邊是從第12開始 然後呢,加上j 後面的話呢,因為我是放在第二欄 就直接怎麼樣呢?把a i裡面的值呢,放進來 然後呢,j等於j加1 等於跑完回旋之後的話呢,那這個值呢,就通通放下來了 OK,我想各位先試一下,就是說第一步,請你先在這個 做一個按鈕,插入裡面一個Active這個按鈕 按鈕之後的話,再來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檢視程式碼 檢視程式碼,檢視程式碼 檢視程式碼打開來之後的話呢,當然郵表會放在這裡 那請你先輸入這個 就是先宣告一個什麼呢? A49 A49 那後面extreme其實可以不要沒關係 暫時如果你們還沒有學到的話 你就先宣告一個正列 A49 然後的話呢,if checkbox1.value then 然後呢,就把這個值先 那總共1到49 把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